炎炎的夏日有不少人会期待家眷到西边来玩水 展开放松愉快的亲子时光 没有想到在三战西却发生了一起暴力冲突事件 两派人马疑似在喝酒之后发生了口角 不顾一旁都是亲子游客 在西边直接大打出手 警方获报之后立刻出动了快打部队到场 拿出了辣椒水才控制了场面 嘴里咬着香肠一边转头看戏 因为后面有两派人马来西边不游泳只顾着打架 双方挤成一团一路从岸边打进水里 还有人随手拿起旁边的迷你冰箱到处乱砸 现场一片混乱 来玩的民众吓坏了 连忙东西收一收快点走 警方获报赶来现场 但打架的其中一方已经离去 男子全身酒味大声叫嚣 还不断想找人单挑 就怕战引爆冲突 警方立刻上前压制 男子的朋友们立刻一涌而上 想阻止警方 反倒被喷辣椒水逼退 其他人也跑来助阵 这下全被警方带走 事情发生在花莲三战溪 7月10号下午3点多 两派人马疑似酒后起口角 最后引爆肢体冲突 被殴打的人已经离去 现场警戒一名酒醉的丁信男子 仍在现场叫嚣 并与另外细水的民众发生争执 同时拿起石头往他人丢职 其实三战溪是当地著名的细水景点 每逢假日都会有大批游客 洗夹带券来烤肉和玩水 没有想到竟然有人喝酒闹事 还呛警察 现在丁信男子和朋友 通通被一聚众斗勾 及妨碍公务送办 而跟他们打架的人也躲不掉 警方已经掌握涉案身份 将陆续约谈到案 记者徐立琴林千亿 花莲采访报道